有能力執行升空任務 和研發太空科技的國家目前並不多 規範的法規更加寥寥可數 主要是1967年的外太空條約 當時的蘇聯和美國都有簽署 主要原則包括各國可以自由開發和使用太空 排除主權佔有的行為 還有各國要為各自的太空物件 造成任何損位負責 又說各國不應該污染太空和天體 美國正推動2024年重返月球登陸的阿提密斯計劃 同時提倡參與計劃的國家 遞結雙邊簽署的阿提密斯協定 首先是強調計劃的目的是和平 加強合作開發國之間的和平關係 其次是透明到 華太空總署一向都公開交代各項政策和計劃 參與國也都要確守這個原則 交代各自的政策和計劃 並且及時全面地公開分享太空科研數據 協定又提出推動技術可互相運作 還有互相提供緊急協助 包括營救和運反太空人或者物件 又建議成立太空物件的登記制度 有線電視機制度健身不到 有線電視機制度健身不到 有線電視機制度健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